Factor 就是我們中文叫保利 保利業務 我在未講保利業務之後 我就會先介紹我自己這間公司 究竟是甚麼是保利 對不起 我不是開過聲音 我會聽到嗎? OK 我要做一點 有甚麼好處如何運用 如何可以變成融資和減低風險 對不起 可能很蒙 Anyway 我就這樣介紹 Cal Business Credit 是一間美國公司 已經成立了20年 總項是紐約 也有幾個點在羅省 紐約卡羅拉納 也在福爾特 我在香港是一個代表處 一個 Representing Office 我已經開了三年 整個公司來講 有150人在美國 整個Factoring Wallet 每年來講 我們做4至5個Billion 代表甚麼呢? 就是大約在美國排第四或第五位 是一個非常喜歡 就是一個 low profile 很 conserved 的一間Factoring公司 我們沒有甚麼其他業務 是純粹做Factoring Factoring來講 為甚麼近來 其實Factoring本身來講 在美國存在了很多年 這個業務 在香港特別是這三至五年 是特別多人運用Factoring去處理出口業務 那要回顧 為甚麼會突然間 這麼多在香港 在中國裏面 是現在開始利用Factoring的業務 去拓展出口的生意 就是特別是 透過金融海嘯 令到那些銀行 對那些額道 就是幫助那些口商 以往呢 就很多時候透過開LC 給那些廠家找數 Walmart Target JCPen 那些大的行業 不用想了 你在落單就給你了 那拿進了一個LLC 就在銀行 拿packing loan 拿五成七成這樣 很方便的 但是隨著 開始 美國的買家 就是 已經做了那麼多年了 第一就是希望 用一個比較方... 比較是一個簡單的方式去做生意 也不想用那麼多LC費用 還有那些 paper work 那麼多 加上最近 就是金融海嘯 那些銀行要求自保 Citabank Bank America 那些major bank 已經卡拉卡到飛起了 那如果是這樣說 那些入口商 就算是很strong的 或者是 除了Walmart 那些 其他那些 就開始面對非常大的壓力 那它就會選擇 如果我有一個 100 million dollar line 剪了一半的話 它會怎樣求生 它都要想一下 怎樣繼續維持 它的入口 那個... 那個finance 它的入口 那很多時候 它要將壓力 就push給香港的財商 那不靜止 就不開LC的了 現在給你一張 Facebook 給你一張order 可能要你三十天 六十天 落貨你才收到錢 那所以變了來講 就造成 你第一 就作為一個財商 就不要將LC去pack 沒有將LC 我真的拿著LC City Bank開出來 就麻煩你借五成給我 沒有的了 不可能的 另外就是說 你Walmart JCPenney 那些叫做出名些 但如果你調轉 跟二三線 regional的buyer 你要怎樣算呢 或者入口上怎樣算呢 根本你不可以 查到你的credit 你沒有理由 那時候麻煩你給我 金融三頁給我看看 那它不會跟你做的 但是變成 很難以開口 很難以啟致 還有就算給了你 你有沒有 專業credit department 去分析 這間公司 是不是可以信靠 可以靠得住 所以面對風險 finance 是兩大最大的難題 那你不要說 抽商有這個難題 那銀行呢 都同樣一個same 的問題 就是 不是間間銀行知道 有些二三線的regional buyer 是什麼 就算你知道 今時今日 都可能 兩星期前的financial statement 和現時今時今日 是完全不同 City Bank Bank America 誰會猜到現在一元 你前日是銀行 過三嗎 五十幾元 你 過半 OK 謝謝 所以我講 其實現在 那個情況是 十色萬變 變成了一個香港的 這麼多 遙遠 對那個market 這麼遙遠 你又要做 又要production 又要賣料 又要供人 其實你說 又要擔心 credit management 是一個非常難的難題 那又要financial 那時候怎樣呢 是吧 那變成了 好 開始很多銀行 或者抽商 想到什麼渠道 可以去解決你的問題 那factor 正正是一個好的solution 如果你看factor 其實它最簡單 是兩個component 第一 一般來說 我們會pre-approve buyer once we pre-approve 我們有100% guaranteed payment 如果file chapter 11 或者slow pay 是沒有argument 的話 我們會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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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完 第二件事 也很重要 就是collection 很多這些廠家 拿貨 30天拿錢 拿錢 你單納給他 那你怎麼追他呢 是不是 你家庭的公司很大 你拿公司 不是你打電話去 adjoin 麻煩你找錢 他有很多 payment department 大得不得要的 而且他有很多的習慣 你可能每個禮拜 才settle一次 每個禮拜 才settle一次 你很難要day to day 去manage 而且你的時差 又很厲害 那你很多種語言 customs 你不知它那邊 correction process 你會覺得 是很麻煩一回事 即是怎麼收錢 很簡單 好了 我們替你去做 就很輕鬆 因為我們set up 所有的system 那些買家 我們不是自己代表 商商 而是代表很多 甚至當地的 美國的供應商 賣給這些買家 所以我們collectively 是整個system 去和你處理 收錢的情況 收錢 就匯錢過來 好的